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让下雨是不是要等下 下完雨之后 下完雨之后 你需要养月季的花友 尤其是在南方高温高湿的时候 上完雨以后平时要等下 他们是打的 他跟他北方比的 你看他北方都是天干物造 你下个雨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 头天晚上下了雨 第二天露面都干了 跟南方不一样 南方都很潮湿 他养月季就不一样 他分为这种洗湿的 还是洗干的 你像炙子的话 现在下过雨不用管 他就喜欢冷好湿湿的那种感觉 你像月季化这些就不行 还有多肉 多肉的问题 那下霜跟下雨 下霜的话 下霜你就不用预防了 下霜它因为温度就够低了 百分之八十的这些冬雨都凑死了 要么他也是在休眠照 他又不出来搞破坏 他们冬天经常说 那个冷冻液 这有防冻液 植物防冻液是有移动作用的 但是你要分清楚在什么时候 他一般是在那种倒春寒的时候 一般是这种 你就比方说 咱春天了 害怕这个倒春寒 把植物冻坏了 那时候给他碰 你比方说冬天了 你再去就完了 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 你入冬之前 你可以商用一点 可以 可以让他增强的过程能力 或者在开春之后 等春寒的时候用 也不是没事就用 没事就用 这玩意儿不是那么的道理 他就像咱们怎么说呢 嗯 在老的时候喝点那种辣椒汤 麻辣烫之类的 喝的红身色 那种感觉 明白了吧 那还有就东北那边 东北那边 那边一向外面 零下几度 零下三十度 就会把那里冻伤了 嗯 这直接直接搬到 就是二十二三十度的 木里也就是 那个没事 也分植物 零下贵贝族肯定就冻伤了 对吧 一向有一些个就没事 像木本的 好多木本的都没 他是猛然之间 冻了叠了叶子 因为咱们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从晚上淘到A型 回来一股叶子 他掉没了 再放到二十多度的环境里面又打了 分情况 你要是零下三十几度 你要是冻上几天 都冻成杆 冰棍了 因为你冻的时候 你知道 他这个 你也了解过 那个人体冷冻技术 就是 因为为什么说现在实行不良呢 因为人的血液里面有水 一冻了 他就出现了那个结晶变成刺 植物也已经有了 他里面也是有水 那一冻了会有石 他把这个西波比奇还吃坏了 你看得好好的 其实他已经嵌套得好 就现在你吃过那个萝卜 糠掉了 是吧 或者芹菜冻掉了 好出来的口感 就不是一个口感 明白了 其实已经破坏了组织了 所以说那种也不行 对了 就这么敷衍 这赞的问题是不是 几分钟了 咱也不知道 我是老婆一 一块最冷的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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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